Hello 我是阿布 最近比较忙 好久没有吹一浪了 今天我和希拉带着一个新朋友 我们从小木屋出发 经过7个小时的车县 我们到达了天空之城的礼堂 礼堂在藏语里 是平坦如尽的草霸的意思 她是参加错 做梦都想飞来的地方 也是她心爱姑娘的家乡 旅途中最辛苦的就是希拉 一上车就睡觉 下车就杀尿 结果打算给她放一首歌 你小同学 我在 来的时候海拔三千米 好的 这里的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 被隔壁山 小岔山等山峰包围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之一 因此礼堂有世界高层的称号 这刻最在穿插线的明珠 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其实我来过礼堂很多次 但每次来 每次呼吸都让我心跳加速 因为有高原粉 开车奔驰在公路上 你会感觉到 这里的草原和天空 仿佛粘成一片 流氧成群 正如我相望的自由一样 那么的宽广 辽阔 有生机 大家好 我是丁金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 这里是甘孜猪 这里是礼堂 我们现在在世界高层 礼堂 西城门这里 这是网红打卡地啊 刚刚一路好多人在这里拍照 看到我身后了没有 318此生地价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空的话 尽量的早点来走318啊 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里的海拔是4000多 如果大家来米塘的话 可以不选择在米塘住宿啊 因为海拔实在是太高了 可以去下面那个八堂 八堂住 然后在这里拍照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多的不少少的不大 点个赞 现在是非常好拍照片 没有 你也被丁真的世界宣传片吸引了吗 只需要一辆车 就能来他的故乡看一看 你心动了吗 第一天成都出发 下车到礼堂八小时 沿途从萌萌雾气的天府之国盆顶 到熊猫故乡雅 雅安的茶田 一出隧道就是一台多彩的民族风光 从康顶这座情歌回旋的城市里 享受你的第一顿葬餐 快越4298米的海拔 来到周年积雪不化的折多山亚口 来这儿一定不要错过礼堂草原的晚霞 第二天到礼堂感受牧民的生活 说不定还可以看到丁真的珍珠 晚上在帐篷里 目明顾忌满餐 第三天来隔年圣地雪山景观 这是丁真生活的地方 千万不要错过 早上从礼堂出发 驱车经过碎石成堆的铁匠山 之后驱车向上 来到北欧丰的隔年天眼小木屋度假村 观180度全景的隔年雪山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